国家队的直排实力如何 能否战胜实力朝乡的大学生冠军 视频中的这排选手是方胜鹏 他是前国家一队的 发球后的侧身抢冲 创透力十足 横榜选手是刘嘉良 来自华东李公 曾获得过全国大学生单打冠军 在防御的过程中 方胜鹏不断调整步伐 为阵手的反攻创造机会 又是一个发球后的刺身抢攻 主动劈场 再押回到防守位 整队的直排 防守的弱点 开场不利的刘嘉良 逐渐把比分决了上来 刘嘉良的上手 计算已经是很高了 这么低的弧线还是被反攻 西1比8 方胜鹏拿下首局 自身的偷强 一旦被对方抓到了 第一板被抢攻 还是很被动 方胜鹏的弧线 晃得很低 突然的节奏变化 方胜鹏只能去抓一板 虽然上台 但是弧线冒高 罚球后的防守 创直线 在台内球的上手上 这排的方胜鹏 还是比较被动 只能去打控制 感觉刘嘉良的打法 还是以这手的进攻为主 测身的频率很高 察觉到地方想要测身 方胜鹏 立马给到这手空档 他们两个 都是商业比赛的常客 对比起的打法 还是比较熟悉 一旦正守卫出机会 方胜鹏的得分率 还是很高的 出手非常果断 台内球的斗短 都很有耐心 这排的控制 还是要好一些 切发球 切了一板 通过这种变化 为后面的上手 创造机会 在防守的相扯 方胜鹏越来越自信 主动加力 别助对方 姐姐排过去的 想法拉 难度很高 第一板的进攻 直线的威胁往往更大 直接打乱对方的重心 现在的方胜鹏 是2比1领先 给到正手短 再防守回防守位 打了一个套路球 一个擦网球 方胜鹏被动小上来 一旦退台 就比较被动了 10比6 方胜鹏拿到赛点 打了 estre打» 搗血 拳 酸鹏 好